大家好 我是姓淳 綁起招牌馬尾黑色T恤印刷 親自手寫的在圈以下字樣 舉重女神郭姓淳上午出席 公益代言活動 帶著信念鼓勵他人 今年郭姓淳富商參加雅錦賽 以抓舉一百零二公斤 停舉一百二十八公斤 總合兩百三十公斤 拿下三面銅牌 成績不算差 不過談起近期身體狀況 坦言不如從前 狀態其實當然沒有到以前這麼好 但是我覺得就是 還是在軌道上面 然後也是不要讓自己 也跟以前一樣 就是好像好一點了 我就想要衝 接下來郭姓淳將鎖定 九月初市警賽 以及九月底的杭州亞運 兩場大賽 但最終目標放眼 明年的巴黎奧運 以照國際舉重總會規定 要進軍巴黎奧運必須參加 至少三場規定的賽事 而積分排名在該量級 還得排前十名 而目前郭姓淳奧運排名 在五十九公斤級名列第四 如今也提早拿到入場門票 目前來看的話 應該是 去奧運是沒有問題的 郭姓淳將持續調整狀態 並盡力延長選手生涯 希望在賽場上 呈現最好的表現 朝爭取奧運二連霸賣進 三天希望林文宇 羅佩於台北 採訪報導 去奧運